嘴巴形状 古人把嘴巴定义为出纳观 其中有两个含义 其一就是嘴巴为人类摄取食物之处 掌管饮食收纳 其二是嘴巴代表着人类的享受与人缘 代表与人交往的社会关系 代表人类的亲情与性爱 嘴唇薄薄的人感情也淡薄 并且心爱偏于冷淡 上下两片嘴唇都属于薄的人 无论是男女都具有随机应变的本能 并且比较刻苦耐劳 但是能说话并且爱指责别人 嘴唇太薄而且嘴唇大的人 表示医生财产很少 并且不能够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物品 做事原则性不强